香港機場空空蕩蕩 地勤人員久久才等到一位旅客 为了配合北京动态清零 香港防疫持续实施严格边境控管 无法通关中国 也无法接轨国际下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 正急速流失 外资营运也碰上难题 因为已经有大量高级人才待不下去 选择出走 引爆一场抢流人才大战 香港外资前所未见的加薪幅度 就是因为今年以来的离港人数 比到港人数高约14万人 几乎是2021全年的四倍 当中政治环境恶化和疫情都是原因 根据香港欧洲商务协会的最新调查 近五成驻港欧洲公司都已萌生退役 考虑在一年内全数或局部迁离香港 四成受访的外资公司认为 香港的入境限制和隔离措施 难以吸引海外人才流入 意识到外资退出香港的情况太严重 特首林郑月娥宣布 针对英美澳等九国实施的民航机禁飞令 将于四月一号起取消 但部分航空公司每条航线两星期只飞一班 不止航班一位难求 旅客抵港后还得隔离至少七天 过往国际人才汇聚的香港 如今俨然活成一座孤岛 港府虽然有意力挽狂澜 但外资恐怕会继续撤出 金新闻谢子健林立威报导